我是很喜欢外密提的治疗 因为大多数糖尿的病人 伤口是很难复合的 那在外密提 它的功能呢 第一提高新陈代谢细胞的再生功能 第二它可以帮助微血管再生 营养跟氧气都可以通过微血管 帮助修补细胞 第三外密提也有减少发炎的功能 病人会告诉我 当他们接受了外密提的治疗 他们的伤口的疼痛也特别的减少 第四外密提本身呢 它可以减少一些自由基 提高细胞抗氧的 减少氧化的功能 那细胞修复能力当然是比较快 接下来呢 它也帮助那个表皮组织再生 伤口会密得比较好 那在医美功能呢 它可以提高胶原蛋白的组织 让皮肤变得更亮更美 然后比较低的那个副作用 我有一个大概50岁的病人 他是大概糖尿有诊10年了 那他有一次去做了一个热针 烫伤了他的脚板 那他的脚板就取了水泡 家庭医生做了普通的洗伤口和纱布治疗 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 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 他就来到我的诊所 我就介绍了他外密体 铺在上面的那个伤口 大概一个星期后 就看到那个伤口的发炎度减少了 病人也告诉我说 他的那个伤口疼痛也减少 伤口就开始变得比较干 没那么潮湿 因为你都知道伤口如果潮湿 就会有容易细菌滞长 伤口的表皮也开始滞长了 每一个星期治疗 大概做了三到四次 一个月到一个月半 就看到那个伤口的好转 看着那个修复的功能 外密体的那个洗击 那里面还有microRNA 带来活性的那个功能 会帮助伤口或者是修复能力 带来更好的效果 如果他没有制造外密体 用传统的方法 这个病人因为有糖尿 他的那个复合功能 绝对没有那么快 你担心了可能就是 继胞在身功能就减少 或者甚至有可能有细菌感染 可能那个伤口就会变得恶化 而通过这个外密体 我看到的大概三到四个星期 病人的好转 他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而成为一个医疗的医生 我们也感到很开心 看到病人的健康 和那个伤口都有进步 外密体呢 在马来西亚 还是要经过医疗的评估 确保这个病人是适合 用于外密体 在我们的政府 还是要很限制 所以还是由那个医生 来决定这个病人 适不适合用于那个外密体 在医疗的伤口 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医师 用来做在头发的再生功能 第三就是用在脸上 因为你们都知道 外密体对那个 胶原蛋白产生是有很好的效果 在医美 外密体是很深受欢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